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花开富贵 快过年了,小苏祝您和您的家人 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的 裁员滚滚,吉祥如意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漂亮的心里美 先给它削去外皮 然后切成细丝 这红红的颜色看得就非常的起庆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张干豆腐皮给它铺平 铺上一层心里美丝 然后整形成稍微细一点的长条 从依侧开始卷起 卷的时候一定要卷得紧实一些 再斜到60度 给它切成大小相同的小段 然后准备一个大盘子 整齐地摆上一圈 并且一张豆腐皮摆上小香葱 还有香菜 也是给它卷得紧实一些 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 可以用小葱来替代 同样的也是斜到切成小段 然后按照视频中这样 再摆上一圈 最后给中间垫上一些小香葱 还有香菜 放在一边备用 平底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倒入三颗打好的鸡蛋液 小火慢煎 定型之后炒成小一点的鸡蛋碎 然后加入适量的香葱 一大勺的黄肉酱 再来两勺清水 给它咕咚上几分钟 炒出酱香味 最后加入一勺花椒粉 一勺鸡粉 再来上一些青椒丁 继续翻炒几下 炒至尖椒断生 像这样子就可以 最后 把炒好的鸡蛋酱放入盘中 年夜菜花开富贵 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过年期间 大鱼大肉容易吃腻 那你一定要背上这道 捡你有开胃的花开富贵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